近年,香港種種的不穩定對於香港青年的教育、社會發展 以及身心健康都有著長遠的影響 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發表了一份《關於未來工作趨勢報告》 報告提出十大未來職場必備技能 當中涵蓋、解難、自我管理、團隊合作和科技發展範疇 統稱為《未來工作技能》 香港青年真的準備好迎接他們的未來? 今年,334位年齡介乎9至24歲的青年 以及442位家長參與了一項有關《香港青年準備未來》的研究調查 他們回答了一系列有關《未來技能》的問題 研究結果著重強調裝備青年的重要性 即使現今科技和日常生活環環相購 兩組受訪者都認為解難、自我管理和團隊合作這三項《未來技能》 相對科技有關的《未來技能》都更為重要 調查亦邀請受訪者評價青年人應用《未來技能》的表現 我們發現青年人和父母都認為表現有進步的空間 為何父母和青年人都認同《未來技能》這麼重要呢? 調查結果相當有趣 增強競爭能力是青年提升《未來技能》的主要動機 而家長相對比較重視技能對子女身心健康的發展 雖然單單靠裝備《未來技能》 是無法排除香港青年面對的挑戰 但這絕對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案 舉個例子 訓練青年人的堅毅精神 增強他們的銀力 未來他們就會更能有效面對 和處理生活無法避免的壓力 又或者 訓練年青人的解難和分析能力 都可以令他們更有信心、面對和克服挑戰 大家都認同《未來技能》是非常重要 不過 青年人又可以從哪些途徑加強培訓《未來技能》呢? 有超過八成家長和青年都認為 難以從傳統學校培訓到這些未來技能 不過 相對其他戶外培訓機構 Overbound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被評為最有效幫助裝備青年未來技能 更加有超過九成人同意 將Overbound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立入為香港學校課程的一部份 青年人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有絕對的責任裝備青年未來 建立更強大的香港 到這部份